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要个孩子那真是不容易啊 那些没有要上孩子的 那几百号人排队要专家看 真的不容易 可千万别掉了 弘仪 平常没见您那么博靴多动啊 不带这么吓唬人的 七七 他们年轻人不知道 现在要个孩子多尽贵啊 那天啊 我亲眼看见一个女的坐公共汽车 汽车这么一颠 得 孩子就没了 多可惜啊 弘仪说得对 百合啊 我不是一再地跟你说 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你怎么就不听呢 前两天你去产检的时候 大夫告诉你要静养 保胎 你说说你一句都不听 居然还敢跟我说 要跟明朗去救灾 你说说你多离谱啊 妈啊 妈什么妈 我说得不对啊 百合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 妈您说得很对 妈妈整天苦口婆心地跟你说呀 就是为了让你顺顺利利地当妈妈 你怎么就不体谅妈的心呢 你看 妈整天把你当娘娘一样地供着 你怎么自己就不小心呢 万一有个闪失 你对得起妈这一片心吗 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当心的 知道错了就好 那以后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啊 嗯 另外啊 我不许你再穿夺我们明朗 去赈灾了 要让我发现了 我对你不客气啊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嗯 百合 我妈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你不用理她 对对对 百合 表姑就是肚嘴 刀子心 什么心 说法了 说法了 说法 怎么瞎说呢 这人 明朗 你真的确定要一个人去赈灾吗 当然了 所有的救援物资 还有运输工具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也约好在集结地会合 你就乖乖听话 在家里好好照顾宝宝 别跑来跑去的 可是我看新闻说 这一路上全都是飞石和山体他方 真的很危险 我很担心你自己去啊 我快当爸爸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没事 对对对 明朗说得对 这种事啊 男人去就行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身上还怀着孕 千万不能去 那你自己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 没事的 哪 还有这些 没了 我 我给你准备了一双登山鞋 还有毛巾 还有洗漱用品 还有换洗的内衣裤也都准备了 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准备的 还有 什么 老婆笔 别瞎说 不是 我说真的啊 老婆 不如这样 你给我捞张饼 然后挂在我的脖子上面 我饿的时候可以这样吃一口 这样就不会饿着了 你想得美 我不会做 说正事啊 嗯 那个车子检查过没啊 哦 我跟我哥换车 我开他的车去 哦 那你什么时候告诉爸妈 我不能告诉他们 你记得要帮我瞒着他们 不能跟他们说的 嗯 也是 告诉爸妈他们肯定会更担心 肯定不会让你去了 嗯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回来 嗯 我知道了 你说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 知道了 哎 怎么了 你嫌我烦啊 不是 我知道了 我会完好无损地回来 可以了吧 嗯 这还差不多 嗯 明朗 嗯 来 把这个戴上 你干吗把这个给我 这个项链呢 是我妈临终前交给我的 我把它当作护身符 你戴上它 就当作是我陪在你身边 好 那我就把它带上 百合你放心吧 我绝对会没事的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 到了集结地 我们有三四辆车呢 开车的人 都是我的大学同学 由他们来掌舵 放心吧 嗯 嗯 对了 我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 碰到宁夏了 原来她也会去 宁夏也去啊 嗯 那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我们不一起去 我们不同的车队 而且我已经跟她说了 我们分开去 这样 不太好吧 她一个女孩子去灾区 多不安全啊 要不然你们一起去吧 这样路上好搭个伴 百合 我真的很希望你别这么大方 怕什么呀 我们都结婚了 大不了 明早你出门前 我在你额头上 贴上一个标签 写上姜百合专属 这不就行了 我看可以啊 来 我把香蕾给你戴上吧 来 来 李天 你到底想干什么 无意跟你什么关系 什么红意白意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跟着我 就是要跟我说这个是吧 我看到她上了你的车 你监视我 我才没有那么见呢 是巧合而已 巧合 那这么说上一次 也是巧合吗 李总 李总 我跟您 还没有那么深的缘分吧 我们两个有太多的共同点 不如我们结婚吧 无聊 我 我在我们家的厨房里 看到有一包 来历不明的粉 是红衣带回去 不会是你指使的吧 什么粉 薏米粉 它看起来是一样很普通的家用食材 可是听说孕妇吃了 就容易滑胎 是 明夏 我就想到底是什么人 对江百合有这么大的仇恨 不要以为躲在红衣的背后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了 你们家保姆做的事情 跟我有关系吗 再说了 江百合的孩子 他掉了吗 明夏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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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只能更加的不幸 让开 爸 妈 嗯 你们有没有听见 昨天晚上院子里边有什么声响 没有啊 大川 你听见了吗 李天啊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嘛 父母面前的 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我担心院子里面会进贼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有贼 谁 李天 你这一说还提醒了我 怪不得家里最近老丢东西呢 大华 赶紧 各个房间给我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贼 是是这样表姑 今儿早上我气猛了 我就顺手 沉沉了一下 打扰各位了 打扰各位了 快叫明朗下来吃早餐哪 这人哪 一日三餐必须按时吃 不然哪会伤胃的 我 那个明朗他 他 他说最近公司比较忙 他在那住几天 昨天晚上就没回家 你看见没有 我儿子他多知道上进哪 不过呢 一定要注意身体 要不然啊 到老了 你们就知道身体的重要性了 再一会儿 我去看看他 我 我去吧 我 我要去给他送早餐啊 你去 你去你能代表我吗 那我去吧 你去能代表谁啊 哎呀 好了好了 都不要去了 明朗现在很忙 都不要打扰他 我去吧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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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遇见你了 你的车怎么了 我的车坏了 我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好久没有保养了 我也没当回事 要不你把我烧上 反正你也顺路 那好吧 我把你烧到集结地 然后到了集结地 你就找你自己的救援组织吧 好 离我们要去的地方还远着呢 要不你先开一会儿 待会儿我来开 你可以休息一下 好 好 怎么不接电话呀 明朗 你到哪里了 百合 这明朗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怎么回事啊 明朗 明朗他出差了 出差了 不会吧 我看他车还停在车库呢 而且司机也在家呀 他 他跟大哥两个人换车了 换车了 没事换什么车呀 好 我想起来了 有一张大订单啊 需要腊染徒布 这明朗肯定去采购去了 所以用的是离天的车 采购这么小的事 也要总经理出马 那我儿子岂不是得被累死啊 这业务上的事你不明白 这同样的产品呢 要占领市场啊 细节最关键 往往小事啊决定了成败 对 出差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眼里还有我吗 别说了 这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能是小事呢 走了 这么大的事 好了好了 这就是我的事知道吗 知道了知道了 我是他妈 就应该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 他这做儿子的 也应该随时随地向我汇报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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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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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找你 让你去何时 是尋灾的 挺危险的 要不我们在这里过夜 你急着打电话吗 百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到 你刚才睡着了 本来我想替你接电话 但是我怕百合他误会 他一定不知道 我们俩在一块吧 我从来不会隐瞒百合什么的 扎营吧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 明朗 你没事吧 百合 真的好想你 你和宝宝还好吗 也不知道其他人 有没有到集合点 联系不上我们 肯定很着急吧 明天我们早点出发 赶上他们就行了 明朗 山里面冷 把这热牛奶喝了吧 谢谢 那我先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睡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sorry 明朗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我真的好担心你 你快点跟我联系好不好 我还有宝宝 还有爸妈 我们都一起等着你回来 啊 迷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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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 红姨 早 百合 怎么了 饿了 早餐马上就好啊 好 红姨 这海鲜是中午要做的吧 现在拿出来是不是太早了 不是 这个海鲜呢 是我早餐做海鲜粥要用的 海鲜粥 红姨 妈不能吃这个 你还是别煮了吧 为什么 因为妈患有假亢 她吃这个或加重病情 可是 我看太太平时挺爱吃海鲜的 是 她是一直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个病 更反对忌口 所以 你还是别当着面问她了 好 还有 盐一定要有明朗买回来的那个 五点盐才行 好的 我知道了 百合 你这么小的年纪心珍惜 现在的年轻人哪 很少有你这样的孝心 谢谢红姨夸奖 谢谢红姨夸奖 来 太太 不太清楚 妈 明朗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现在百合又怀着孩子 我想他应该不会出差太久吧 表姑 刚才明朗还打电话回家呢 说是已经在返城的路上了 估计明天就会回来了 是吧 百合啊 大华 明朗打电话回家了 刘大华 江百合 你们俩是不是在演双簧啊 如果要演的话 一定要先排演一下 别露气 说吧 明朗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明朗啊 的确是在回来的路上 他还给我打过电话了 吃饭 先吃饭 没人不让你吃啊 吃吧 吃吧 爸 妈 大哥 你们先吃吧 我吃饱了 我去给明朗打个电话 看他什么时候讨家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你呀 赶紧吃吧 你不是还约了朋友 一起打麻将呢吗 打什么麻将 心神不定的 不去 不去 明朗 没道理呀 不是说回来了吗 又上哪儿去了 别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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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我去黎天的问一下啊 怎么回事 黎总 我可以问你 你一个问题吗 问吧 你为什么永远戴着手套 为什么永远在吃药 为什么永远都不像 还有你长得这么帅 你的腿是怎么了 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 所以导致我现在行动不方便 我常常要吃药 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心脏 这样才能保证我每天 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 我常常要戴手套 因为我很容易过敏 特别是花粉之类的灯头 你要注意 那那那我把它抱走 这个不需要 它不属于花 它是新人茶 它不是花吗 好像是没味儿啊 喂 喂 你不是花你怎么不告诉我一事 妈 李天 他怎么在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天一的林副总 林副总 行啊你 野鸡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你说谁是野鸡呢 我说谁你还听不出来吗 谁是 李天 以后像这种野花野草的 不适合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我们需要的是牡丹 高贵的牡丹哪 你们家林天花粉过迷 您不知道啊 还有 我是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妈 您先坐下 我想您可能是有些误会吧 林副总 你赶紧去准备 下一个会议的材料吧 去 我去监督他 妈 来公司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不是找你的 我是来找明朗的 李天 你跟妈说实话 明朗到底去哪儿了 她好像是去赈灾了嘛 不过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您可以问一下百合呀 真去再去了 这个江百合还跟我玩猫腻 看我过去怎么收拾你 江百合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江百合 江百合 你给我下来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 明朗去哪儿了 明朗 她 她刚出差回来 可能去公司了吧 你撒谎 我刚从公司回来 上上下下都被我翻遍了 根本就没有明朗的影子 你说 你是不是让她去灾区了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你不知道 作为妻子 你可以说你不知道吗 看来 你真的是让她去灾区了 是不是 你说 你说 是 江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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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个很心的女人 你知道灾区有多危险吗 鱼阵不断 他方泥石流 明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拿你抵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明朗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行 何起伙来骗我 这个江百合 你倒是还能睡得着觉 但没事人似的 是明朗自己决定去的 怪不着人家百合 我说 再去通讯故障 电话一时打不通啊 也很正常 我说你别在屋里转来转去的 跟个地鼠一样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我相信哪 明朗都这么大的人了 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来来来 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 你就知道睡觉 我告诉你啊 明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跟你没完 我说人家去都去了 难道你还想把他追回来不成 你还真说着了 我让江百合把他追回来 对 我现在就去 焚发 百合 百合 明朗电话打通了吗 真是急死我了 哎哟 天哪 真是急死我了 妈 您别着急 明朗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能不着急吗 你现在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 要不是你当初跟他合起火来骗我 他能去得成吗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就是念你有孕在身 我不跟你计较 可你也不能得寸进尺 妈 妈你别生气啊 是我错了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假惺惺惺的 哎呀 你看 你看 平常跟你说什么来着 让你多吃点饭 多吃点饭 你看 你这身体 你还不如我呢 你们现在年轻人 什么时候都这样 就害怕自己胖 你现在怀孕了 不要怕 你说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 这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啊 那孩子他能健康吗 我就不相信了 所以 百合 百合 别吓我啊 百合 天哪 大华 大华 快来送百合上医院哪 百合 百合 怎么打不通呢这 喂 宏益 百合晕倒了 快来帮忙了 来了来了 快点 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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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行了 坐吧 今天就咱们两个吃早餐 李董不下来吃 折腾一夜 刚睡下 明天呢 昨天晚上没回来啊 没有 他也真是的 家里这么多事 他偏偏也那么忙 你赶紧给大华打个电话 问问百合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这就去打 太太 百合回来了 百合 你总算回来了 妈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妈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可把我吓死了 我孙子怎么样 没事吧 有事 收缩押一百六 树章押一百 说是属于典型的 妊娠器高血压反应 医生说呢 这个特别危险 建议呢 住院留院观察 刘大华 没这么严重吧 人家百合都说没事 不 妈 您别听大华他乱说 他在开玩笑呢 刘大华 你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我抽死你 还有你呀 百合 我不就是说话急了点吗 你就装死吓唬我呀 这万一我要血压一高 一下过去了 你怎么办 这万一要传到明朗耳朵里 那明朗要是着急怎么办 妈 明朗有消息了吗 没有 百合啊 你没事吧 没事 那快过来吃点早餐啊 来 妈 怎么说 她说她一切平安 现在正急着和其他几位同学 赶在回家的路上 太好了 太好了 菩萨啊 谢谢你啊 不过可惜 她没有办法轻抚灾区 那些旧灾物资 就只好交给了当地部门 你什么意思啊 可惜 可惜什么 说话的水平连个保姆都不如 红衣 一会儿做好饭送上来 我看呢 黎东也该醒了 我看呐 黎东也该醒了 开这车出去见客户 可真有面子 这是黎明朗的车吧 至少比你的车跪上好几倍 太不公平了 喂 你好 我是黎天 什么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再说一遍 喂 怎么啦 我们订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 今天见的客户可是个大客户 黎明朗她出事了 出事了 那不正好吗 你不是一直希望 取而代之吗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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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算我看错人了 放不下亲情 下不了狠心 更是丢不起脸面 我看你啊 还是回家做你的乖老二吧 妈 该吃饭了 妈吃不下去啊 明朗不回来 妈还担心着呢 你再给她打个电话 看怎么回事啊 早该到了 妈 黎天 你终于回家吃饭了 马上就开饭了 明朗可能很快也就回来了 明朗很快回来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黎天 有什么事吗 出什么事了 黎天 黎天 刚刚我 我接到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 警察 说什么 警察说 他们核对了车辆的信息 我那辆车 遇到滑坡了 遇到滑坡了 哎呀 我的天哪 那明朗呢 明朗怎么样了 不可能啊 我上午还接到过他的电话 百合呀 你是不是骗我了 快快快 再打一个 看看能不能打通 不用打吧 我打过 关机了 啊 警察说 车上的驾驶员现在 情况不明 哎呀 我的天哪 我上午通电话的时候 他还在路上呢 妈 你别着急 不急 你赶紧去找找啊 哎呀 明朗 哎呀 我的明朗啊 啊 儿子 你敢吓死妈了 妈岁数大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 让妈哥怎么活呀 你妈都老了 亲说不及 好了 妈 别哭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我没事的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百合 冰朗 太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啊 冰箱 冰朗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了 是这样的 我去灾区的路上 刚好碰到她 她的车子抛锚了 我就顺带烧她一程 我说嘛 吓我一跳 百合 怎么了 百合 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啊 表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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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买着机票 行了 别说了 你这个废物 买什么机票 明朗都回来了 去看医生吧 别说了 什么都别说了 现在赶紧去开车 拉着他们俩 去医院检查一下 妈 别说那么多了 走吧 快去快去 慢着点啊 这次害你担心了 还好宝宝没什么事 周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生病了吗 最近肋下总是疼得厉害 我估计应该是 蓝尾炎什么的 确诊了吗 还没有 正等着医生看呢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住一个工友家里 工友家 在哪儿方便吗 除了地方小点 其他都挺好 你看病带着云朵 多不方便啊 还要照顾他 要不 我帮你带几天吧 不用不用 不能给你添麻烦了 不要和百合阿姨一起玩 好啊 那多不好意思啊 这孩子逃得很啊 你身体不舒服 还要带着孩子 都不方便啊 而且百合跟云朵 这么投缘 我看这样吧 你就把云朵 交给我们待两天 等你病好了 我再把他给你送回来 你看怎么样 不用去百合阿姨 叫我阿姆 周姐 你就安心养病 云朵由我来照顾你放心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就跟我说 那 太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云朵 跟阿姨回家了 朵儿 去了要听话 不能像在家似的 听见没 嗯 妈 我们回来了 云朵 叫奶奶 奶奶 这是谁家的孩子 哪儿来的 我们今天在医院里 正巧看到了我们家 公司的老员工 他正在医院里看病 一个人照顾孩子不方便 我就把云朵接回来照看两天 不行 哪儿来的给我送回哪儿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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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的说一说 没事 过来一趟就没事了 不用担心 明朗啊 还累吧 我跟你妈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了 再怎么担惊受怕的 身体恐怕治不消 你也知道你妈的脾气 你们呀 这次去灾区的事 真不该瞒着我们 太草率了 爸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放心吧 男人嘛 要胸怀宽广线 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事业 但是我觉得男人除了事业以外 还必须得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这次我把公司的事情暂时放下 去做一件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事情 我认为是值得的 不错 很值得啊 但同时公司的客户也在大量流失 国事 家事 大我 小我 这些你都考虑周全了吗 爸 老客户流失 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操纵 我已经让钱总去调查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是这样啊 喂 赵帝啊 宁夏 宁夏 明朗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我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要不咱们见一面吧 好吧 今天下午我们见面再说吧 好好好 妈 赵帝啊 妈 你看看你 都瘦了一圈了 妈 你也瘦了 来 坐 妈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还得伺候那些人 可是你还得找机会帮我 妈 知道 可是我什么都没帮上你 让你一个人好辛苦啊 妈 喝茶 妈 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这次能看见离家鸡飞狗跳的样子 我真的特别开心 现在女儿离幸福就差一点了 你可得加把劲啊 妈一定加把劲啊 妈 上次我给江百合准备的那个粉 你给她煮了没有啊 我 我煮 煮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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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煮了吗 可我现在怎么看她越来越精神了 我 我 我真的是煮了 可能那个药力不够吧 以后我每周给你送一包一份 你一定要找机会帮我多下一点 好 好 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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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呢 我 太太 我在捡窗花呢 贴在墙上啊还可以避避鞋 呦 你还会捡窗花呢 赶紧给我捡一对门神 让我也贴到门上避避鞋 你说奇了怪了啊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丢东西 你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见我那对翡翠的耳环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见 怪了啊 我算了一下 大大小小的最近哪 我丢的首饰可不少了 好在呀都是房品 真品呀 我都给收起来了 太太 您不是怀疑我拿了您的东西吧 我赵红花再穷 我也不是那贪财的人 您相信我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怀疑你 我相信我的眼力 你不是贪财的人 可别人就保不起了 我现在来告诉你 就是让你帮我看紧点 谁要敢在我们家 干这种见不得人 偷鸡摸狗的事 我就让他尝尝 蹲大牢的滋味 蹲大牢 对 蹲大牢 跟他们说 别忘了给我捡窗花 不对 门神 门神 我真的不能做 不能 现在我为大家展示 最新的春装系列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 这个时装周 来 赵地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了一周来 给你送一次吗 上次的吃完了吗 拿好了 拿好了 用这个粉搏上面 做成蟹肉小饺子 一定很好吃 可是 可是这 我 我 你又打脆糖骨是吗 就这么难吗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张百合的肚子 越来越大 看着我越来越痛苦是吗 我 不 你是不是忘了 我是怎么经历的丧子之痛 怎么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 不不不 赵地 妈没忘妈都记着呢 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 都能听见我的孩子在哭 赵地 赵地 你这是拿刀在挖妈的心呢 妈会帮你的 妈 好了放这儿吧 云朵 别跑了云朵 云朵 好孩子 要听话不能乱跑啊 云朵 你怎么能乱跑呢 我想妈妈了 我要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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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了 我要找妈妈 干嘛呀 还让不让人清静一会儿了 太不听话了 妈 小孩子不懂事 您别介意啊 就是 太不懂事了 还没有毛球听话呢 他不是要找妈妈吗 快快快 送到他妈妈那儿去 你说你自己还怀着孩子呢 你还带着他 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呢 妈 我会小心的 不行 我一看见你跟他在一起 我就提心吊胆的 赶紧把他送走 那 那等周姐病好了 我就把他送回去 您别生气了 你快点送走啊 我一分钟也不想看见他 心烦 乖乖的 请问是江百合小姐吗 是啊 请问你是 这里是枝江医院 医院 有什么事吗 非常抱歉 周凤霞女士 今天早上手术中突发状况 枪酒无效 不幸去世 家属联系单上 写了你的名字 希望你尽快来医院一趟 喂 江小姐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您尽快来医院 你说 毛秋是不是你放走的 我没有 我是带着毛秋去院子里 是带自己跑的 你要不带他出去 他能跑吗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也不知道您到底是跟谁学的 云董 云董 别哭了 我别哭了 都是你惯的 都是你惯的 云董 乖别哭了 听阿姨的话 上楼去洗个脸 一会儿呢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不哭了 上楼去吧 乖 你 白河 你什么意思 是嫌我说云朵了吗 不是的 妈 您误会了 有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 你说吧 云朵他妈 昨天在医院去世了 这孩子还不知道呢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 我也不知道云朵还有什么家人 我想让云朵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等我来议上他家人了 再把他送回去 也好也好 那么我先上楼陪云朵了 去陪他吧 去吧去吧 表姑 表姑 我找到了 表姑 毛球 毛球 我的宝贝 他太能跑了 我跑了三条街才抓住他 我的妈呀 行了行了行了 理工了 理工了啊 小意思小意思 宝贝啊 大伙 你再帮我办一件事 您尽快说 什么事 你还去打听一下 看看云朵还有没有亲人 我想把云朵送走 这云朵不挺好的吗 怎么就不着您喜欢呢 不是 你不知道 我这也是为了百合好 行了行了 你别问那么多了 快去办吧 去吧 哦 哎呦毛球啊 哎呦 哎呦想死我了 以后咱可不能瞎跑了啊 百合 嘘 周姐的后事怎么样了 多半好了 云朵她还不知道 我真的看不了好告诉她 她还那么小 我怕她接受不了 这么小就失去妈妈 真的挺可怜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瞒着她吧 瞒一天算一点吧 好 好 少放一点馅儿捏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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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嫂 多往你上了 快っと 只要我一包饺子 他们就搬个小板凳 坐在我对面看着 有您这样的妈妈 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 我也希望我的两个女儿都幸福 一定会的 妈 您尝尝看 这是你包的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难看的水饺 太太 这饺子样子不好看 味道可好了 您尝尝 好吧 那就尝尝吧 石头 饺子里面有石头 石头 你想害我是吗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狠 早上我不就说你两句吗 对我有一件可以提 用得着用这种方法来害我吗 不是的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这里面会有石头 不是故意的 我是 假牙 我的假牙都掉了 你知道这一颗假牙多少钱吗 江百合 别以为你现在怀孕了 我就不能收拾你 我告诉你 你就是生龙生凤 我也照样收拾你 太太 百合 百合 别管他 他在那儿演戏一呢 装 装 你就给我好好装 这饺子没法吃了 百合 百合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红衣 过来 那 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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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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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 云朵呢 云朵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我找了都没有啊 没有 她刚才一直说要找妈妈找妈妈 她会不会是跑出去了 我出去找她 我出去找她 百合 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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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小朋友 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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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打扰一下 你们见没见过 有一个小女孩 这么高 眼睛大大的 穿着粉色裙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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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 谢谢啊 云朵 好 百合二语 百合二语 云朵 看着点啊 云 云 云 快 爹 你啊 皆ique 不 大招 快来人哪 救救八招 大招 爹 在哪儿呢 米拉叔叔 云董 百合阿姨呢 请问你们谁是江百合的家属 我是她丈夫 她现在是孕妇你们知道吗 知道 很遗憾 孩子没了 病人血糖有点低 你们要多注意给她营养 什么没了 病人流产了 病人 流产了 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没了 我的孙子没了 我真的挺好 我从来 我和你过来 但留意 我的孙子没了 和你我 买的孙子并aha 睡什么睡啊 表哥 去 把那个小灾星赶紧给我弄走 谁 什么谁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他们家没人了 没人你咬活 我哪会带孩子啊 你不会带孩子你还说什么你 去 赶紧找人 赶紧安排把他给我送走 你让我找谁去啊 你爱找谁找谁 你去呀 你去呀 去去去去 明朗 对不起 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孩子 明朗 我让你失望了对吗 这件事不能怪你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好好地保护你们 妈一定很受我的气 对不对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她一定很难过 她对这个孩子这么期待 她的心情 我们也可以理解 明朗 我好几次在梦里梦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为她挑选漂亮的衣服 我们带着她 一起去我们小时候住的地方 我们 她对我们俩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奇 她对我们俩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奇 她 这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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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帝 来 快来 赵帝真的出事了 今天我没有把云朵看好 百合出去找她 结果回来 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我们俩 是不是罪过太大了 你装饰吧 什么 藏得挺深的 我当时让你给江百合下药 只是我一时气愤 但没想到最狠的人是你啊 你还真下了了死手 赵帝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你不能乱讲话呀 我乱讲 当年你能把自己的孩子都给扔了 难道是我乱讲话吗 那是事出有因 那是你爸他一时糊涂 这 这跟我 十月怀胎 难道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时糊涂做的吗 赵帝 赵帝 这 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的那些丑事 早晚有一天会报复在你自己身上 赵帝 这可不是我的本意啊 这 我不是 刘总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百合流产了 我听说百合流产了 尼尹 我听说